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们得到一个来自国内的消息 说是习近平政权早就有一个应对中美贸易打战的计划 得知这个计划之后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极度的震惊 我们曾经想过习近平政权的邪恶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邪恶到这种程度 邪恶到没有底线 邪恶到可以和毛泽东不相上下 大家都知道中美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30多年了 去年这个顺差的规模达到了3700多亿美元 这对美国来讲 长期承受这么大规模的顺差 这是难以忍受的 所以美国人提出要平衡贸易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请大家注意 川普总统过去这一段时间多次放话 说是平衡贸易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并不是在一年之内可以实现的 这也就是给习近平当局一个很宽泛的时间 给他们一些条件 如果是习近平当局想避免贸易大战 他们完全是有条件 完全是有筹码的 比如说他可以和美国人达成一个 为期十年的平衡贸易的计划 每年减少300多亿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这样中国的经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同时美国人也可以有一个希望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习近平政权他还可以 用金正恩朝鲜核危机的筹码 阻止金正恩继续发展核武器 继续发展携带核武器的远程导弹 以这个方法来换取美国人 在谈判桌上面的让步 所以如果是习近平想避免贸易大战 他有的是办法 他有主动权的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 习近平一开始就蛮横的拒绝了任何让步 不承认做出任何促进贸易平衡的这种举动 把美国逼到了墙角 不仅仅是如此 他还主动的邀请朝鲜的独裁者金正恩访问北京 为金正恩的核计划打气撑腰 然后公然违背联合国制裁朝鲜的这个决议 公然援助大量的援助朝鲜战略物资 那鸦路江大桥上面 过去这些天 中共的运输车队络绎不绝 把中国人民的血汗 源源不断的输送给那个世界公敌金正恩 所有的这些举措 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激美国展开贸易战 习近平想要的就是贸易战 为什么他想挑起贸易战呢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民怨沸腾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中共他是面临着巨大的国内人民反抗的压力的 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外部敌人进行对外战争 就是他转移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转移矛盾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尤其是对美国开战 可以转移国内矛盾 掩盖过去几十年 这个经济发展的失误 把经济崩溃的责任全部推到美国头上 借此他就可以煽动民主主义 反对民主宪政 借此就可以镇压反对派 清洗党内的反独裁势力 建立他个人的极权独裁统治 当年毛泽东发动了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 他就是想借此滚固他的专制独裁 现在习近平要学毛泽东再来这么干一次 当然了 这个学习毛泽东当年打军事战争 这个风险太大 而且一定输的 必输无疑 但是打贸易战 以贸易战的形式 打第二次朝鲜战争 对习近平来讲 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但是对中国人民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中共对美国的500亿美元的 商品征收25% 这个关税名单当中 不仅仅是有飞机汽车等工业品 而且有大量的食品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大豆 大豆是每个家庭食用油和肉食的 这个主要的来源 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我们知道在下一轮的贸易战交火当中 习近平当局打算征收的关税名单当中 包括了小麦和玉米等主要粮食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人粮食消费 30%以上的是靠进口 如果把粮食 尤其是小麦玉米和大豆 列入贸易战的名单 那就意味着 中国粮食价格将会全面上涨 这将给中国很多的贫困家庭 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不仅仅如此 它还会造成通货膨胀 这个如果是通货膨胀失控 那与其他的这个一些经济因素 不利的经济因素一起起作用 那就会导致整体的经济崩溃 导致人民币大贬值 汇率大崩溃 一旦中国的这个人民币贬值 那么我们将拿什么去买足够的粮食呢 很多年以来 中国的战略储备粮食是严重的不足 90年代 我记得朱镕基当年曾经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还到各地去视察 想督促各地的这个粮库 存足足够的粮食 但是后来都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 乡县的这个粮库都已经拆了 地级市省级城市的 有一些粮食储备 但是呢 他只能够供给给一部分的城市人口 供给给党政官员和军队的这个粮食需求 根本不足以应付14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那遇到粮荒的时候 大家是不能够指望那个粮库的 现在中国人普遍没有危机意识 所以每个家庭都不存粮 甚至是连农民他都不存粮了 他不仅不存粮 甚至连种子他都不存了 那每年那是向种子公司去购买 那一旦出现了 人民币大贬值 汇率崩溃 那么我们不能够大规模的从外国进口粮食的话 那么粮食危机就会出现 大饥荒就会出现 大家不要以为大饥荒离我们很远 我们今后随时都有可能 遇到大饥荒 习近平政权为了实现他个人的独裁 为了建立一个习家王朝 他不惜绑架14亿人 与美国和与全世界为敌 不惜制造大饥荒 不惜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饿死 当中国人普遍缺粮的时候 那他这个政权就可以利用手中的粮食 来控制军队 控制官员 控制人民 就像金正恩的朝鲜政权 现在所做的一样 他会让那些不忠于他的人挨饿 去饿死 让忠于他的人得到一点点的温饱 他的这种邪恶真是不亚于毛泽东 毛泽东他当年是把大饥荒归罪于苏联 然后借机扩展他的个人独裁 习近平现在又顾忌重演 他要把大饥荒归罪于美国 借机他要滚固他的个人独裁政权 现在我们光骂是没用的 习近平这个人他是不怕骂的 大家必须得反击 尤其是党政官员 你们必须得反击 只要你们还尚存着一丝一毫的良知 这个时候就要放弃你们的党性 恢复你们的人性 就要勇敢的站出来 为人民也是为你们自己讲话 现在很多官员已经意识到习近平的邪性了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很有威信的党内人士站出来 对习近平说不 就一定会得到天下响应 就一定会得到很多官员的响应 一定会引发这个风起云涌的反独裁浪潮 现在党内反独裁的力量已经在暗中的聚集 只要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形成了远之势 那怎么样向习近平说不呢 首先就要公开发表讨伐习近平的席文 谴责他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 与美国为敌 与全世界为敌 绑架中国人为其独裁背书 第二个是要弹劾他 上台以后种种道行律师 包括实行终身制 包括以酷刑虐待反对派人士 虐待党内的异己分子 犯下反人类的罪行 最后要向全国全世界 公布他们家族的贪腐事实 巴达玛文件上面已经披露了一部分 党内的一些官员 尤其是一些高层的官员 也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证据 到时候真相一定会大败于天下 那普通民众怎么办呢 缺粮的时候首先就要存粮 缺粮之前首先就要存粮 城乡居民都要存粮 听见我们这个平台信息的人 如果你们还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对自己家人的生命负责 就至少要存够两年的粮食 农村居民不仅要存粮还要存种子 一定要想办法弄到可以再生的种子 中共过去一些年向农民出售的 是不能再生的种子 那是要把中国人饿死的一个恶毒的举动 一定要抵制他们 同时要把那些抛荒的土地重新种起来 现在只有中国的这个土地上面的这个庄稼 深深不息 中国人才能够深深不息 光存粮食是不够的还要抗争 存粮食你能够解决一年两年的生存问题 长久之际还是要阻止习近平独裁体制的形成 实现民主宪政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当中 你找不到一个曾经发生过大饥荒的 现在大家都处于这么一个生死关头 如果让习近平得偿 大家都会始无葬身之地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子孙后代 大家必须起来抗争 现在国内88位有失知识 各个阶层的精英人士 发起了这个全民共振的平台 委托我们海外团队来维护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目的 就是要让所有的抗争行动能够互相呼应 在今年的五一进行散布 七一进行聚集 十一进行抗议 一定要在2018年 阻止习近平成为独裁者 一定要阻止习近平利用贸易战 把中国带向专制暴政和饥荒贫困的深渊 希望海内外华人一起努力 海外的华人要尽力的向国内传播消息 国内的民众要加紧的组织 准备抗议游行 全民共振 全民上街 民变就会导致兵变 兵变就会导致政变 那个时候中国就有希望 人民就有未来了 谢谢大家